前不久刘涛因为在今夜天使降临中 车内激情戏码曝光 在发布会上遭到了粉丝的当众抗议 还我女神 如今电视剧开播了 刘涛的车内激情戏码被删了 粉丝满意了 女神却不开心了 我们在这儿做最浪漫的事 这是电视剧今夜天使降临的片段 看来看去也没有什么过分的画面或者言语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电视台播出之后会把这一段全部截掉 为此导演喊冤了 真的没有必要删掉 我们从头理一下 导演杨阳说删掉的戏之前上过好几次新闻 咱们新娱乐在线也报道过 如果想不起来 那你还记得下面这一幕吗 想起来了吧 没错 上面这一幕发生在电视剧 今夜天使降临的北京开播发布会上 当时片方向媒体和观众透露 影演员刘涛将在剧中有大制度激情演出 没想到发布会现场突然冒出这么一群人 他们自称刘涛的粉丝 遮着脸拖着横幅就来了 这件横幅上面写着反对刘涛 角色露骨 台词爱美 还我女神的字样 回事啊 这出闹剧让刘涛的这部新剧赚足的眼球 只是学院没想到引发话题的这段所谓激情戏到了播出时 被电视台全部剪掉 被删掉的片段被放到了网上后 网友看过之后纷纷表示北山片段很正常 并没有什么不雅画面 比如下面这段 豪门媳妇以为丈夫长期不在家想挽留住她的心 别了 我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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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够 骗人 我骗人 你别对是疯了 对此被删一事 该剧的导演杨阳表示非常不满 你看李晨跑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除了上B扣姐 刚才所有的衣服都没有被 一个口子都没有开过 但是整个的剧效果 电视剧片段被删 除了导演 女主角刘涛也连发微博 道出自己的不满 听说有亮点被删掉 演员和编剧都不是最后的创造者 给我揪出那个可恶的剪刀手 说到这儿 估计当初高喊环温女生的粉丝该高兴了 只是他们女生不乐意了 毕竟这是人家刘涛辛辛苦苦拍出来的 劳动成果 先以后再现 编辑报道